劇場演員姚昆君 累積他在綠光劇場 近年來的演出 還有角色功課 最近出版了表演必修課 這本書 姚昆君笑著說 他是一個不表演 就會死的人 但是個性哽著 他也說 其實出書是為了學術升等 但是因為這樣 讓他更用心記錄表演的心得 然後跟他的學生們分享 學生在排練教室 奔跑著熱身 演員姚昆君 在旁發號司令 在台大戲劇戲任教的他 這一天帶領著學生 在即興課上進行干擾練習 你懷孕了 天啊 他怎麼還要這個電話 他怎麼好 怎樣 我 我 我知道 我想要 我知道這一次音樂很難接受 但我們真的要把腳弄 他現在是惡性的 但他腳好 我知道 我玩對男人來說 拿到他不好啊 拿到你的女生 拿到你的女生 可是 那對我很重要 那個對我很重要 你知道我不知道 這對男人的女生都很重要 對我也很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是第四期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地思考 這件事情該怎麼處理 對不對 有A B C三個角色 你可以自己設定 然後B這個人 他同時存在兩個時空 就是他跟A之間的 他跟C之間的兩個時空 他要同時跟兩個人對話 然後這個活動的特別地方 就是你B必須要同時跟兩個人講話 然後你另外A跟C 你要聽到他講的每一句話 去接收他 干擾練習 其實在某種 在就是在演出當中 某種狀況之下 你是需要無條件地接受到 台上的partner丟出來的任何訊息 你不能忽略 因為其實觀眾都看到了 通常演員在即興的時候 會很害怕 因為即興嘛 都會覺得說 我有講話 我就已經很偷笑了 接下來就是要互相製造障礙 因為互相製造障礙的結果 才會 因為有障礙才會有目標 那戲才會一直往前滾 在課堂上 姚昆俊用遊戲的方式 讓學生去理解表演 同時也把自己在劇場的演出記錄下來 他累積了在綠光劇團的演出作品 寫成了表演必修課 之所以會出書 我覺得我也可以很不誠實地 就是說 我是為了要教育下一代 我很誠實 我第一個就會回答你 當然是因為升等啊 但是我認為那個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要不是沒有為了要升等的話 我不會很認真的在從頭回顧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我到底對我的學生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我就整理紀錄 因為對我來講 我不是一個善於書寫的人 所以其實在書寫這個過程當中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是甜蜜的 因為演員全是角色或是演員在準備他自己的功課的這些過程 記錄下來 然後可以真正地分享給我的同學們 在學生眼中 剛開始會覺得姚老師很兇 熟了之後會發現他其實只是個小女孩 但一站上了舞台 卻又展現了強大的演員能量 你看他個小小的 然後在你台上你會覺得他長得很高大 因為他上台之後他會有一個 我覺得天生的一個能量全會出現 我覺得老師很棒的是 他在台上演戲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他在課程裡面教的所有的事情 然後那就是看他表演就是複習 表演是我的生活 那就不演會死啊 因為進了劇場 我發現劇場研究角色 然後在排練的過程當中 我在發現的不是角色而已 我發現的是我自己 我就覺得這個過程好迷人喔 對我來說他就是生活 他是一個生活態度 他是一個發現自我的地方 表演就是認識自己 發現自己 穿梭在演員教師還有作者的角色之間 姚昆君提醒有志於劇場的人 永遠不要忘記為什麼站在台上的初衷 永遠都不要忘記 你為什麼選擇站在這個舞台上 到底是為了什麼 當初是 是什麼 讓你決定義無反顧的當演員 然後永遠不要忘記這件事 哪一天這件事情真的再也不是 你人生中最重要的 那你還有更好的人生在等你 照片 人生在床 找一個經歷